听说她贤惠 节俭 皇上念念不忘 如今的皇后 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 仁爱慧相 若无孝贤皇后 将令妃从花房送进了启祥宫当柴 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 成为今日仲贫之首呢 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 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 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 庆平说话头头是道 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事 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呢 便是轮到她 也不是因为她财德如何出众 只是在前邸中熬出来的资历吧 庆平好见识 那就请把这些话 去养心殿跟皇上说吧 这话还用我说 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了 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势 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竟敢在这儿红口白舌的瞎说话 瞎说 皇上这都有半年没大理皇后了吧 玉石里又写得这么明白 当咱们都是傻子吗 当咱们都是傻子吗 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色 一个个彼薄无聊 闲论长短 这会儿子这些话 她说得不错 妾身弄疼您了 这几日不知怎的 伤似乎更严重了 别是复古具要发起来 可妾身看着这红肿好像消了些 发色应该倒不至于 只怕是 这几日失误繁重累着了 无妨 大不了回头找向远兵来看看 妾身还是觉得有些事情 小心为好 毕竟现在江太医 是皇后娘娘的亲信 现在皇宫到处都在传着 皇上哀悼孝贤皇后的诗文册子 连妾身都收到了 所以只怕 皇后娘娘如今在宫中的处境 也实在是尴尬 您又要跟我说明哲保身那一套 皇娘被人生生难了和孝贤皇后做比较 已经很难堪了 我怎能让她再难过 妾身知道 贝勒爷是看重于皇后娘娘的感情 可贝勒爷也别忘了 这皇后娘娘 还有十二阿哥这位嫡子呢 所以有些事情 还是扣着些分寸为好 什么分寸 这十二阿哥为嫡 可您为掌 皇上要看住您 所以论其皇位来 论掌论贤您都占优势 您觉得皇后娘娘应该怎么想 你胡说什么 妾身只是为贝勒爷私了 我此有在皇娘妻下长大 勇气如同我亲弟弟一般 你再说这样的话 仔细我赶你出府 妾身不敢了 贝勒爷 妾身还得再冒昧一句 这前程是您自己的 任何人想插手都插手不了 所以 您还得先顾着您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新师傅如何呀 挺好的 那你要跟着新师傅好好学 额娘放心吧 我能行的 给皇后娘娘和十二二哥请安 都起来吧 额娘 那我先去上课了 去吧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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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来送孩子上学啊 朕一直想着 永极换了师父 所以朕来看看 这师父教导得如何 多谢皇上 为永极费心了 自己的孩子 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 再说了 永极的程度 本就比不上 少师的勇气 是臣妾教导孩子 不如皇上的义 臣妾告退了 如意啊 朕没那个意思 朕没那个意思 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 你还不愿在朕的跟前吗 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悦 不如不在皇上眼前 皇上也可以清静些 那日在宝月楼 是朕冒失了 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 朕也是一时情急啊 如意 就算朕当时有不妥 都半年了 朕没有去易昆宫 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 你要和朕辩计到什么时候 你是皇后 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去 你的性子 孝贤皇后 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 岂比心情终不及 九叔九剑九相斗 臣妾这个皇后做的 确实不如孝贤皇后 如意啊 朕写的那些诗 并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婉嫔有心整理 刚好 又逢孝贤皇后的继承 朕才让人抄送了 送到宫中以诗悼念 孝贤皇后 是皇上的发妻 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 况且皇上那些诗 写得确实动人 臣妾甚至想 若孝贤皇后 九泉之下有之 怕也会感慨 这般深厚追念 过生也不枉然 皇后 你锋芒太厉了 臣妾自知不足 就先回宫 闭门死过 皇后 既然你要尽心思过 养着孩子必会分心 永济你也别养了 今日即 将永济送到于妃那去 你性子别扭 如何养得好孩子 将永济送到于妃那养着 学学永济的好处 替朕分忧 娘娘 皇后 皇后娘娘 您真要把十二阿哥 送到于妃娘娘那儿 本宫固然不舍 可又有什么法子 好在只是送到海岚 身边养着 本宫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也还有永济 一起看顾着 皇后 看来孝贤皇后这把固剑 真是永远插在皇上和娘娘之间了 这把固剑一直都在 本宫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把这把剑插入骨血的 却是皇上 咱们能奈皇上和 好 倒是令妃 除了皇上撑腰 还有何敬公主支持 娘娘 您可不能再和皇上疏远之时 让令妃横行无忌 皇后娘娘万安 皇后娘娘恕罪 以何罪之有 皇后娘娘 臣妾并没有想过要拿孝贤皇后真宠 臣妾只是希望 能够为皇上做点事情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记得 后宫还有臣妾这么一个人 可是臣妾问完没有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臣妾该死 本宫明白你的一番情意 如若情意被人利用 也是可惜的 也许令妃 只是可怜臣妾 才帮臣妾出了这个主意 臣妾只是希望 皇上能够看自己一眼 看一眼 便多一眼 皇后娘娘 臣妾知罪 臣妾对不住您 不住您 本宫明白 你是一个好人 是宫里难得的好人 但愿你所求都能如愿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日后 臣妾定当 尽力偿还 臣妾恭送皇后娘娘 臣妾恭送皇后娘娘 臣妾 臣妾 我只需要你 你的眼睛 臣妾